有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韩国有一女子基建选手叫申亚兰 她因为这个判罚的问题啊 时间上判罚的问题有误 计时出现错误 结果没能拿到奖牌 申亚兰那个委屈的呀 赛后拒绝离场 坐在剑道上放声大哭 您瞧这哭的梨花带雨多伤心 后来国际基建联合会啊都不忍心了 给她一个特别奖 哪知道申亚兰她不要 就说我不要这个奖牌 这奖牌弥补不了我的损失 有人统计呢 伦敦奥运会开赛五天 出现六七起争议改判事件 其中有五起跟韩国都是有关的 所以你看这韩国选手 真是叫爱哭的孩子 有渊源的 韩剧里头不就是从头哭到尾吗